北京冬奥会以绿色环保为前提 场馆内处处可见 奥组委实践的绿色低碳环保的巧妙的构思 全国各地也在积极地倡导着绿色出行的方式 在日照市五连县 为了鼓励引导群众低碳绿色出行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六 都可以免费地来乘坐公交车 用绿色的便民服务 提升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幸福感 在日照市五连县城南首莫站 公交车驾驶员正在对车辆 进行出车前的例行安全检查 确保车辆状况良好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 我们对车辆轮胎灭火器进行检查 保证乘客乘车安全 而在公交站后 还有志愿者现场引导市民文明排 排队有序乘车 并提前检验健康码 提醒乘客规范佩戴好口罩 对于这一便民利民举措 使民文大心里感到高兴 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免费的公交车 我们老百姓享受这个待遇都很高兴 首先它有利于我们出行更加方便 其次我觉得是更有利于环保 对于这项政策我还是非常欢迎的 为了确保这一便民举措安全有序实施 五连县交发集团成立了 春节公交运营工作领导小组 和五个工作专班 全面负责安全 营运 服务 后勤保障等具体工作 我们每天安排111辆公交车上线运营 并严格落实通风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 另外统筹安排12台公交车和30台校车 作为应急车辆随时增加运力 全力做好此次春运工作 免费乘坐公共交通这一措施 既有利于环保 也带动了商贸和旅游业发展 据统计春节期间 五连县氧化氮等指数 同比下降46%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同比改善20% 接待游客量旅游直接收入 预计均增长15% 高级五远达 1、2、0、1、1、3、4、6、1、4、5、1,1,4、1,2、1、5、2、1,3、3、6、5、7、2,1、2、5 usc.